三体文明和克星文明到底谁厉害 它们都已经步入二型文明的高度 前者处于乱纪元的三体星系 后者生存在即将崩溃的克星 虽说它们的星球最终都难逃毁灭 可是它们却都自强不息寻找第二母星 克星人选择将中枢法典注入超人的体内 企图在地球上复国 三体文明选择锁死地球文明 企图400年之后彻底霸占地球 可以说这两个文明的处境 十分相似 各自的战斗力也都差不多 因此局长想结合它们各自的科技实力 团战能力来分析一下 它们真正的战力水平 首先三体文明是宇宙中的中等文明 它们刚刚步入二型文明的初级阶段 距离真正的二型文明还有很大差距 所以它们只是掌握了质子的二维展开 以及十分之一的光速飞船 但仅凭这些 它们已经比地球人先进很多 因为它们已经成为一个可以跨星际的文明 也就是说它们已经走出自己的星系 并且开始扩张和殖民星球 除此之外 三体人还有令人闻风丧胆的水滴 水滴是用强相互作用材质制造 其表面坚硬无比 比任何一种材料都要结实 它能犹如穿透豆腐一样 将地球舰队瞬间摧毁 从这些表现足以说明三体文明已具有和克星文明决战的实力 克星是一个快要毁灭的星球 它上面的克星人已经发展成一个高级文明 其科技水平已经到达二型文明的尽头 原本它们也可以像三体人一样不断入侵其他星球 然后将自己的文明发展成多型星文明 并不断扩张自己的星际版图 可是它们却将科技术点错 并没有进行对外扩张 而是在不断优化自我的基因 并想从母星世界内部化解矛盾 所以它们星球很快就发展成一个极权世界 星球上的每一位子民的诞生 都是根据社会的需要定制而出 它们将所有人的基因收录进中枢法典 一旦社会需要一个特殊人才 它们会根据对口的需求 规划好这个人的基因 从而彻底掌控这个人一生的职业 性格和命运 所以在克星出生的每一个人 它们将会失去自由意志 成为集体社会的牺牲品 这样的社会是缺乏创造力的 而且会让文明陷入死气沉沉的氛围之中 相比三体文明 克星文明还是要强很多 它们掌握着超前的星际航行技术 以及生命塑造术 改造天体术 甚至它们能抵抗住绝大数的自然灾害 从而不断更迭 自我文明 让文明可以不断在毁灭中重生 三体文明也一样 虽然它们比克星文明的科技略差 可是它们的成长速度很快 因为它们的世界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文明不断在毁灭中循环 它们只能用脱水和泡水 来抵抗文明的一次次毁灭 最终它们也成功研究出了光速飞船 从而成功逃脱光丽打击 如果这两个文明一旦相遇 并且它们在克星开战 那么只会是单纯的科技战争 因为克星人在母星也是一个普通人 它们只有离开母星 才会变成超人那种钢铁志趣 首先 它们两个文明都有光速飞船 从飞行方面 它们的能力可以相互抵消 其次 克星有一种可以将人封装在黑洞的载体 这种载体能承受住黑洞的撕裂力 说明它至少与水滴有一站的能力 最后 三体人只剩下它们的质子 可是质子这种量子纠缠的科技 对于克星人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 根本无法锁死它们的科技 即便锁住也没用 因为克星人已经发展到科技的尽头 即便不再发展科技 也能稳坐二型文明的宝座 总而言之 即便它们的大战在克星开打 三体人也不是克星人的对手 如果战场一旦脱离克星 每个克星战士都会变成超人 那将是三体人的灾难 毕竟三体人只是繁胎肉体 如果在三体星球开战 那里一共有三个太阳 可以供克星战士吸收能量 那时 它们的军队将是超人能力的三倍 必定会碾压三体人 所以这场大战 克星文明必赢